思考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解这个部分 首先的话,这地方要怎么样合并 第一个,我们把名称定义起来 名称定义特别注意,我前面有讲过 其实如果说每一栏你都要定义的话 基本上这边有一个从选举范围建立 选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用定义名称的时候 不要选到栏的部分 就是上面的栏位名称不要选 但是如果你是从选举范围选的话 你就要把栏给选进去 为什么呢,因为从选举范围建立的话 它会自动去侦测你顶端列 是不是栏位名称 那如果你定义名称的时候 它会自己跟你要一个名称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名称里面包含栏位名称 它也会把栏位名称放到你的范围里面去 就容易产生错误 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的话,因为我们要从选举范围建立 所以第一个我们把优标放在B1 B1部分,那姓名的部分不用 然后一直往下找到我们最后的那个这个范围 一直到这一个 然后I的这个207按Ship的键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之后的话 记得就是把那个上面标题要选到 然后从选举范围建立里面的话 那你的范围名称要在哪里 也就是将来那个名称要以哪一个当名称 那因为我们上面有一个栏位的名称 所以直接从顶端列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确定之后各位可以检查一下 从名称管理人员可以看得很清楚 里面的话一定会有个邮递区号 那范围一定是从B2一直到B207 特别注意的是B2不是B1 有很多人定义的时候 把蓝位的名称也把它定义进去 那就错了 特别注意就是从B2开始 那也就是说呢 以后只要相对的相对的位置 只要是B蓝的位置 他都会就是你直接给他一个邮递区号 就可以代表了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程式也是一样 也是从B2 C2一直到C207 这个这个范围 OK按确定 把它关闭起来 确定一下 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 用函数的方式来做 那给他一个公式 第一个的话等于什么 等于邮递区号 所以你给他相对应的位置的时候 以往是点这边一下 B2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这样 我们按F3 直接给什么邮递区号 也就是邮递区号 这个范围名称 他会找到相对应的位置 把这个资料